這是我的鞋 比如說 這是我的鞋 這是舞鞋嗎 這不是舞鞋 這就是一般... 因為像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珠寶 有珠寶裝飾的高跟鞋 對 那這一雙就是 我個人最近非常喜愛 因為這個鞋子穿起來 對 可以跳舞 就是簡單地跳舞 對 多少錢 這是名牌嗎 對 這雙是名牌 這雙應該... 一定有 這雙是名牌的 妳說有穿得不穿得不穿 我也覺得穿得不穿得不穿得不穿得 妳要穿得不穿得就好 這雙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女生啊 妳衣服隨便穿都沒有關係 我也有幾百塊的T恤 可是我覺得鞋子一定要穿好的 一定要 包包也是 鞋子跟包包都有一點 可是像買這種名牌的鞋子 像我現在腳上穿的這雙Standie的 那我給它站出來一下 這雙也很漂亮啊 對 我要站出來一下 是Standie的 對啊 穿得不穿得不穿得不穿 我跟妳講 鞋子一定要好穿 而且妳鼎姐好穿對不對 是非常好穿 因為這樣好穿很重要 可是為什麼我要特別 講這雙鞋子嗎 這雙鞋子是我要參加金鐘獎的時候 特別去找的 那我買的時候是買一萬九千多 妳知道嗎 過一個月 我在星光三月變九千多 為什麼 打對折 打對折喔 那我本來我當... 我當下很氣 我就有一股衝動 因為它有很多顏色 它還有銀色 只是金牌銀色 我就想說 我再買一雙我想 錯 我不應該有這種想法 我再買一雙 我又多花九千多塊 我賭這一口氣幹什麼 就忍下了 不買了 因為妳再等三個月 它又一半了啊 每一千五 再三個月之後兩千二 再四個月就安藏你啦 有沒有 對 因為後面想說 買名牌的東西 是不是要很注意 就說它是不是要換季了 對 要 妳就可以便宜很多 那這個呢 這雙穿起來很美 因為它的腳踝啊 就是整個都是那個鏈色 然後這一雙冰淇布有 它在它的那個專輯 它有一雙坐在鞦韆上 盪鞦韆它就是穿這一雙 冰淇布就是穿這雙喔 一模一樣 可是我曾經買過像這樣子 豬豬的鞋子啊 它是...但是它不是名牌 它一雙大概一千多塊 四千多塊 我是沒有聞到冰淇淇布的味道 我聞到天龍巴布的味道 好啊 我要講說 因為我們也曾經就是 像這種有豬豬的一些鞋子 又比較便宜 三四千五 有啦 然後我這也有豬豬 我們這五百塊而已 這豬豬也是不錯 這也是不錯啊 我媽媽都有兩個很像啊 對啊 差這麼多 這不像好不好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然後我買那雙四千多塊 我就是只有穿一次 然後這個鞋子就斷了 那像這種名牌會嗎 它會幫你維修 對 它會幫你維修 所以它還是會斷 只是它會幫你維修 如果就覺得這樣好沒安全感 那這一雙多少錢 這雙大概三萬五 三萬五 三萬五 妳看她跳舞啊 要穿這個會很漂亮 妳要穿過三萬五的鞋子嗎 會很閃 妳有想要把它撞一下嗎 妳有想要把它試穿一下嗎 妳有想要把它試穿一下嗎 妳試一下 妳試一下 妳穿嗎 妳穿啦 有時候妳試穿這一雙鞋子 然後跳一段舞 看到會不會斷過 對 好 好 沒穿過 而且加上劉甄的皮膚很漂亮 好漂亮喔 看得到會不會是腳皮膚 所以想要把它加一嘴 好漂亮喔 妳怎麼怪怪的啦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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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OK嗎 真的 我這一次穿這樣跳耶 因為我不捨得穿這樣的鞋子跳舞 我覺得劉甄的樣子 包括她的舞姿 然後配上這雙鞋 妳跳好迷人耶 所以啊 我都覺得 因為像我自己會買很多東西 可是我覺得鞋子是 最值得我投資的 因為我都會覺得說 我是那種靠腳吃飯的女生 像我們都靠腰吃飯啦 真的 所以妳要跳舞 妳的鞋子對妳來講很重要 對 然後劉甄老師 妳要拿八萬塊給我 為什麼 因為妳跳舞的時候 妳的鑽戒掉了 妳要來鑽戒 那是我的惡意 姐 我認為如果說 穿那個出去也有一點危險 如果有不失禍的歹徒啊 以為那是鑽石 妳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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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妳的鞋子 這麼無聊 會以為那是鑽神針 鞋子那個人這樣 來 五分補答妳 妳穿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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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OK啊 什麼關係 我看人家在開臉 在開的時候就 要這麼開用救氣的 不是 妳開的時候為什麼腳要翹翹呢 不是啦 妳的那個大腿不可以這樣 用伸直了 要拉直 對 要拉直 然後呢 我們臀部從右邊 右前 然後右後 然後左前 左後 對 右前 右後 左前 左後 剛好換 不是 妳們兩個人 怎麼很像蜘蛛呢 妳的那個... 那妳用心理講妳的字符 就會剪那個上半身 因為我跟妳講 拉丁舞就是要動妳的下半身 妳不能這樣上半身跟妳一起 妳這邊要拉直 是不是只能動下半身有沒有 只能動下半身 然後畫一個八字形 張貝姐 妳很像在座附近也這樣 有沒有 右前 1 2 3 4 5 6 7 8 然後跳熟之後就可以 1 2 3 4 牽... 基本上只有左右擺動而已嘛 對... 對不對 好 那就... 好 是一次喔 好 來 那我們做快的囉 好 快... 5 6 7 走 1加2 3加4 5加6 7加8 妳們兩個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手拿起來 蕭柏 妳也那個瑜伽不是都經過是這樣 比較有拉丁舞是不是這樣嗎 不是拉丁舞 不是拉丁舞啊 好啦 妳們兩個算了... 我看劉登老師要交到妳們兩個會 可能已經天亮了 好... 劉登老師 我想請問妳 妳買這些東西 妳一個月大概花費多少錢 我一個月還好耶 因為我會看時機 所以我如果出國我會買比較多 那如果在台灣 可能一個月大概十萬吧 不包括生活費 只有買名牌的東西 就要花十萬塊 像劉登老師妳常常在教人家跳舞 鞋子對妳來講是很重要 妳總共有幾雙鞋 我大概有 150雙妳每一雙都有穿過嗎 沒有 就大概有 我可能還有十幾雙是都沒有穿過 那妳買回來幹嘛 看 收藏 像這雙我也是第一次穿喔 而且我覺得啊 我會是那種 我很瘋狂喔 就我買... 我今天如果買到一雙我很喜歡的鞋 然後我到家之後啊 就是大家家人都睡著 我就會在半夜穿我的高跟鞋 我也會這樣 妳很小心喔 妳家人會以為妳半夜睡不著 起來夢遊喔 沒有 我就會自己在鏡頭前面跳舞 然後就會自己搭配衣服 然後自己在房間裡面 很開心 妳怎麼會留到現在 還是妳這幾天才買的 沒有...我買了一年多了 我都沒有穿過 可是我有很多錢 三萬幾塊啦 妳想要三萬幾塊一年多啦 放在銀行那個利息 有到現在算一算也半夜 沒有利息啦 但是我也會常常買的衣服或鞋子啊 皮包甚至都不用 為什麼 因為有些鞋子很漂亮 妳回家以後才發現很難走路 雖然它是名牌 妳就會供在那邊 因為有些是根本... 反而喜歡的妳不會去穿它 有喔 有 有沒有 我買過一個牌子的布鞋 布鞋啊 對 香奈兒 講沒關係嘛 香奈兒的布鞋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買那雙鞋子 一萬多塊 布鞋喔 但是我沒辦法共享沒有穿 因為我只有穿過一次 我當天從香奈兒那邊買了以後 然後就逛街 穿著她逛街 就知道腫了 那麼壞鞋子會咬腳喔 菁姐 等一下 我看看 我們兩個腳差不多大啦 沒關係 那個鞋子 幫她來咬我喔 如果咬到破皮留鞋 轉起來我都心在靈魯 我願意代替妳受罪 妳就把那個鞋子拿來懲罰我好不好 我把他讓她懶了 我也懲罰